大王来了 爱妃不必多礼 爱妃啊 寡人想你 爱妃你可知道 这是寡人有生以来 第一次摘花给一个女子 谢谢大王 是 爱妃啊 今日屋里的灯光 为何如此昏暗呢 今晚月光好 如果屋里太明亮了 反而辜负了玉亮的皎洁 对吗 大王 爱妃果然好情去安 爱妃 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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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这般凉爽 爱妃为何守时雨膳呢 因为臣妾 喜欢妙目传情这四个字 好一个妙目传情 在寡人眼里 不光是妙目 你的一举一动 无不在传情 子歇 父子 你就等了 为师刚刚完成新政十二册 几日后便可呈给大王 这心法主要以君爵平路 任贤能 赏战功 薛荣关 拓荒帝等十二条法令 楚国的疆域大于秦国 根基深于秦国 人才多于秦国 若能实行新政 必将称霸诸侯 大王以众夫子 若是这新政十二册 得以推行 千秋万世 将熏祭夫子的功业 新政推行 虽大力楚国 但必然会招致 朝臣熏贵们的怨恨 老夫但求不像无子伤君那样 死无全尸即可 眼下 秦国崛起太快 我怕他们不会给 楚国太多的时间哪 夫子不必过滤 五国使臣将齐聚引渡 定联盟合约 楚国又是合纵长 有这六国联盟在 即便秦国崛起得再快 他也不可能一口气并吞六国 说得对 这么晚了 你找我何事啊 福子 福子 我有事想求 你说 岳公主因为得罪了威后 被丈则关押起来了 至今下落不明 恳求福子帮助淑姐 解救岳公主 哎 岳公主 是个绅士可怜的女子啊 好吧 欲知其国者 必先其其家 后日大朝 我便竭力沉清 请大王出面询问此事 没有罪名 谁也不能把岳公主如何 然后你就可正式向岳公主求亲了 多谢夫子成全 快点 对对对 小心 对 就放到那边 抬到那儿去 对对 放这儿 就放这儿 我看 好 放到案几上 妹妹 姐姐 妹妹快起来 姐姐为酒宴已经辛苦整日 何不坐下歇歇 今日妹妹生辰 大王特别刺眼 你又不喜欢热闹 别人只好作罢 今日只有姐姐和大王替妹妹庆生 若有差池 岂不被大王怪罪 姐姐一直为妹妹操心 妹妹真是感激不尽 此生无以回报 只有来世 为姐姐做牛做马了 妹妹再这么说 姐姐可真生气了 你等等啊 那盆花放在门口 是 大王快到宫门口了 知道了 妹妹 天已黄昏 天已黄昏 你是否觉得这殿里有些昏暗呢 姐姐的意思是 平日里我劝你 与大王单独相处时灯光要幽暗 那是为了让大王只看到你曼妙的身材 而忽略了你的缺憾 而忽略了你的缺憾 可今日是盛宴 灯光过暗 一是不吉利 二是坏了气氛 那可怎么办 我想 我想 何不把那九尾天湖灯拿来 放到妹妹身后高处 灯下黑的道理 妹妹是懂的吧 既照亮了大殿 又照不到妹妹 你觉得 这主意如何 姐姐好聪明 我这就进去 把九尾天湖灯拿出来 妹妹快去 别耽误了时辰 大王到 大王 爱妃请起 都起来吧 今日寿星何在啊 臣妾 臣妾不好说 美人病了 美人妹妹没病 只是回去 回去取 九尾天火灯了 取灯就取灯嘛 有何不好讲的 可臣妾认为 美人这么做 不免对大王太为不敬了 那盏灯 是爱妃送给美人的吧 更何况寡人看来 那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正因为好 所以才被妹妹再三讨要 我不得不给她 竟是她向你抢锁的 我 爱妃 你宽容大度 待人温柔敦厚 为美人刚刚入宫 一盏灯而已 小事一桩 给她就给她了 可她讨要的理由 也太牵强了 什么理由 她 爱妃一向心知口快 今日为何这般吞吞吐吐 有寡人在这儿 但说无妨 爱妃 她说她要用这盏灯 去除异味 大王 大王您弄疼臣妾了 她当真是这么说的 请大王息怒 请大王 臣妾信火 要用这盏灯 这四分 要用这四分 白妃生辰 你看今日的歌舞如何 好极了 你为何总是遮着你的面孔 寡人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臣妾说 清歌漫舞 婀娜多姿 真是好极了 今夜清冷 你那扇子该收了吗 是 今日的菜肴不和爱妃的胃口 不 男后姐姐特意让玉厨精心准备 菜肴美味可口 那是酒不好喽 不是 那寡人为何见你 菜为吃一口 酒为喝一尊呢 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一股 让你难以忍受的恶臭 大王说笑了 那你为何睁睁言言 大王 到这个时候 你还敢捂住你的鼻子 来人 大王 把这个矫情的贱人拉下去 割了她的矫鬼的鼻子 大王 冤枉了 大王 大王 大王冤枉了 大王 冤枉了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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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朝会 寡人是想就即将举行的六国会盟一事 跟你等商讨 还望众爱卿畅所欲言 微臣听说 魏国美人不知何事触怒了大王 昨晚受了异醒 事又如何 魏国宋卿的使者尚未离开影都 便发生这等事情的确难堪 楚卫联盟由此可能破裂 魏国使者准备就此事递交国书 要求说明缘由 并且道歉 大王 魏王的颜面的确因此而受到羞辱 大王不妨给他们一些安抚 你竟然让大王向魏王赔礼告罪了 臣以为去做徒打着合纵的幌子 让我大厨包羞忍辱 指大王的尊严于勾取 一个美人只是割了鼻子 又不是掉了脑袋 道什么歉哪 大王 此事关系重大 误了 寡人对这个魏美人 已经仁至已尽 再者说 这魏美人的事 是寡人后宫的家事 与你何干啊 与你们何干 与魏国何干 与何度何干 退朝 夫子 紫歇呀 弟子在此恭候夫子多事 何必在这儿等 朝会若有结果 我自会同你说的 弟子一早听说 因为魏美人受刑 魏楚联盟之事 可能破裂了 大王正在气头上 根本不听劝说 合纵之事有了劣迹 解救月公主之事 也只好先搁置些时日了 来 姑姑 皇公子来得正好 已经有月儿的下落了 说是关在宫外的月华台 我现在就去求姝公主 想办法救她 月华台 来 姑姑眼生 敢问来找谁 有何事 我是魏姑 云梦台的 有要紧的事 要求见姝公主 姑姑真不巧 我们姝公主正在午睡 那我等等 这里是高堂台 不是云梦台 你还是走吧 可我真的有非常要紧的事 此刻让你走还是客气的 惊动了威后 只怕你我担待不起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们了 少啰嗦 快走吧 快走 走 好大的胆子 你们敢做我的主了 公主受罪 葵姑姑 月儿到底怎样了 有人在月华台见着她了 说是病得很厉害 虽然现在无人给她定罪 但也没人给她示罪 所以根本不给她派太医 只是由着她去死 母后 姝儿来了 快 坐下 我有话对你说 今日我让大祭司为你的婚事 沾了一步 篱下镇上 嬴虚之相 大祭司说是少见的姻缘奇卦 日后成亲 你和你的夫婿将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母后为姝儿的婚事如此操劳 姝儿心中不忍 当娘亲的命理注定是要为儿女操碎心的 母亲果真舍得姝儿远嫁 当然舍不得 十月怀胎千辛万苦 看你长成亭亭玉利 我是又欢喜又担心 担心你找不到好的夫婿误了终身 所以我千挑万选 选中了赵侯庸她雄涛伪劣文武双全 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骨肉 你就会明白为娘的苦心了 所以做娘亲的 对自己的儿女都是嗜毒情深的 对吗 这是自然 姝儿有母后是姝儿的大姓 可是那些没有娘亲的女子 岂不是特别的可怜 姝儿嫁人 日后有了儿女 姝儿在她们身边 为她们遮风挡雨 可万一 万一有一日姝儿不在了 儿女们无依无靠 只能任凭他人宰割欺凌 姝儿一想到如此情景 心中欺然 姝儿此言何意 母后 如今宫中上下 人人皆知月妹妹在月华台 病得很厉害 母后看在她娘亲早逝的份上 让太医去救救她吧 不许你再跟我提那 忤逆不道的贱人 母后 月妹妹虽非母后亲生 可也是父王的亲骨肉啊 她是咎由自取 前阵子 因为月妹妹顶撞了母后 所以把她关了起来 可如今姝儿这边 早已风平浪静 月妹妹那儿却于波未了 仍被囚禁 如今月妹妹病了 也不给她看病 由着她去死 月妹妹与姝儿同父异母 别人知道了 只会受王兄母后 欺负月妹妹 孤苦伶仃 姝儿远嫁别国 君臣和百姓们 更会因为大楚 如此对待 先王的亲生骨肉 更加藐视母后 王兄和姝儿 姝儿思前想后 母后就算与月妹妹 有深仇大恨 也应该为了大楚的名声 和姝儿的将来 救救月儿吧 不然 不然怎样 不然姝儿 万万不敢嫁人了 免得上天报应 将来儿女一生凄苦 姝妹妹 你说这话就差了 母后日日为你操心劳神 你怎忍心 用自己的姻缘 来要挟母后 那个芈月天生获人败事 她若知晓孝双儿子 就该早早赴死 免得在世间祸害别人 更坏了 你与母后的骨肉之情 你闭嘴 月妹妹落到如此地步 定是有你在作怪 你极恨她 实实在母后面前 恶意挑唆 月妹妹要是有三长两短 你会遭报应的 敢问公子姓名 在下姓皇鸣歇 太子半读 皇公子 你有何事 敢问月公主 是不是关押在里面 不错 我等奉威后之命 看管此处 让我进去 进宫之地 公子不可无礼 你 朋友 走开 走 去找人 走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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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歇 你怎么了 月儿 我这就带你走 子歇 起来 大胆狂突 自闯进攻乃是子罪 子歇 今日我黄蝎就是闯了 你们又能如何 阿尼归案 月儿 你先躺下 子歇 子歇 那得先问问我的箭 那得先问问我的箭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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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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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歇 子歇 动静闹大了 可不好交代啊 月公主 是大王的妹妹 伤了她 大王怪罪 更不好交代啊 卓少 嫡公主在此 谁敢无礼 姐姐 月儿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月公主 和皇公子动手 公主恕罪 我们也是方便而行 给我滚出去 还不快滚 走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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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快 快拿水来 月儿 姐姐 喝不得 为什么 有毒 有毒 快 快去叫女医 快去 月儿 这水里有毒 月儿 你们还不快去 你 喝不得了 姝公主 姐姐 不能喝 姐姐 出去告诉外面的人 说姝公主饿了 吃了这里的东西 姝公主渴了 喝了这里的水 随他们怎么办吧 快走 快走 月儿 好苦呢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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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后 威后不好了 出了什么事 大惊小怪的 皇公子皇歇 私自闯入了月华台 简直无法无天 让世卫把它拿下 为后 姝公主也去了 还吃了芈月那边有毒的糕点 喝了有毒的茶水 哪来的毒 据说那月公主的病 就是与宫里送过去的吃食有关 快去叫女医治 去月花台救我的姝儿要紧 是 说 谁背着我下的毒 奴婢不敢 你鬼迷心窍了 母后 婴儿只是恨那芈月 除了忤逆您 还狐媚黄公子 交坏了姝妹妹 如果她不在了 不是给您去了块心病吗 女医治先给姐姐解毒 别担心了 我已经吃过解毒的药了 黄公子的伤口也包扎好了 子歇 月儿 放心吧 月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月儿中毒深吗 月公主 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 女医治奇怪 虽然中了剧毒 但症状 却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世间奇怪的事情 我见得太多了 见怪不怪了 只怕宫里的有些人是坐不住了 他们一直以为月公主必死无疑 我这里有丹丸 每日只需一粒 服后会发烧 会卡血 你们若信我就让她用 若不信就算了 多谢女医治救月儿 不是我要救月公主 是她命里不该死 珍珠 珊瑚 公主公主 你们回去告诉母后 就说姝公主留在月花台不走了 和月公主同吃同住 是要想下毒的 那她下好了 是 姐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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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邪犯上交 邪热破血忘形 病入膏肓 这么说 她是没救了 命是上天给的 上天要带她走 无人可阻挡 上天要留她在 无人可送走 这次她中毒 我想知道她是留还是走 那要看少司命的意思 你下去吧 是 威后 姝公主说 即便她病好了 也要留在月华台 与芈月同吃同住 由她去吧 你告诉下面 衣食住行不可怠慢 给我好生伺候着 若有半点差池 我让她们都去死 是 婴儿那丫头有点走火入魔 你们给我留点神 奴婢明白 我让你去死 咳嗽了 来 起来喝点水吧 睡吧 我陪着你 嗯 气色好多了 淑公主 月儿 这是刚熬好的粥 喝一点吧 我来喂你吧 不烫吧 还是我自己来吧 还是我自己来吧 我就看不到这园子里的景色了 月儿 别这么说 只要黄蝎在 月儿永远有好山好水可以看 月儿的命是紫蝎给的 月儿就是紫蝎的性命 你为何要对我这样好 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 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 我要还你 不用还 还你 用一辈子还你 一辈子 太少 那就生生世世 此生七阔 与此承说 月儿是紫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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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晴王再次亲临营都 楚王命我等在此恭候大家 有礼 不过两月时日 陈的与王兄又来到营都城了 大良造公孙衍 曾经劝寡人改贤更章 弃难就义 弃远就近 迎娶魏国公主 寡人却因此更觉得 楚国这一趟必来不可 樗里子 你怎么看 王兄是觉得 不义到手的东西更珍贵 这一回 寡人想要的东西 都会到手 拜见大王 樗里子 张子免礼 寡人在路上已经听说 张子一张妙嘴 顶下千军万王 略失小计 便离间了楚国和魏国的关系 将来有张子在 要让那六国合纵 变得分崩离析 并非难事 大王 有时候一个人的鼻子 要强过数万兵马将士 本王这次来颖都 名义上 是来给姝公主下聘礼的 但聘礼下得成下不成 还有变数 张子看 这步棋该如何走啊 只要将秦楚联姻做成事实 这五国合纵就告吹了 不过赵侯庸这几日 也派了使臣到颖都 来向楚公主求婚 就住在这家驿馆里 所以大王这一次 遇上了一个劲敌啊 那赵侯庸与昭阳来往热络 昭阳在宫中根身权重 若他站出来为赵侯庸说话 这分量不可小觑 你今日晚些时候 给晋尚送些好礼过去 即使昭阳替赵国鼓吹 那晋尚也该有话可说 你送礼他也会送礼 送来送去不就是个礼吗 可有一样东西比礼惯用 那就是情 楚公主对秦王有情 秦王对楚公主有意 为什么要将这个事 瞒得密不透风 倒不如散出去 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 最好让赵国的使臣也知道 张子说得有理 因缘讲究水稻渠成 能想法子让赵国使臣 知难而退 是最好不过了 与其苦等水稻渠成 不如早早地将生米做成熟饭 这叫大行不拘细锦 我才会有事 不拘细锦 好 呀 大行不拘细锦 我能活到今日 全靠姐姐舍命相救 这次若没有你 竟说傻话 上次我被蛇咬 妹妹不也是舍命相救吗 在我心里 我觉得 我永远都是倩姐姐的 那你以后啊 就慢慢还吧 其实现在想起来 你和那个黄公子 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妹妹负责身后 才能找到像黄公子那样 万里挑衣的好男人 姐姐别急 姐姐是月儿命中的贵人 月儿为了答谢贵人 定会想法子 尽力成全姐姐的姻缘 赎你嘴甜 好在你我都各有心上人 不然姐姐定是抢不过你的 姐姐放心 只要是姐姐的心上人 我定不会与你抢 魏美人一事 已经危及到楚魏两国的关系 魏国使者离开颖都之事提出 若大王再不向魏国致歉 那惠盟之事就提也不要再提了 微臣以为 合纵乃眼下重中之重 惠盟尚未开始就面临分裂 绝非吉兆 动辄便用合纵下人 合纵原本只是 屈左途的一厢情愿 真正做起来困难重重 大王应该已经知道 两日前秦王迎四带着丰厚的聘礼 又来到了尹都 论诚意 那五国都是口是心非 远不如秦国真心 大王 齐国一向野心勃勃 赵国卫国更是心怀叵测 他们推举我们楚国为合纵长 无非是因为秦国崛起 令他们心生俱矣 他们推举我们楚国挑头 与秦国相斗 两败俱伤 五国表面上热热闹闹 鼓噪在颖都会盟 背地里却各打各自的算盘 早就同床异梦了 今生 此话怎讲 大王 臣接到密报 韩王一月前派人到咸阳 与秦王迎四密谈 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 恐怕除了他们自己 无人知晓 但 若对楚国有利 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偷偷摸摸 今尚大夫真是耳目灵光啊 老夫不明白的是 你只是楚国的一个尚大夫 为何竟能掌握 如此之多的密文消息 老令爷 大王 合纵之事能否成功 不在魏韩这些随风而倒的诸国 而在赵侯雍齐王这些强悍国君 赵侯雍乃诸侯中龙汉凤厨 他派使者来颖都 求寻芈姝公主 此事若成可谓株联闭合 合纵会盟之事亦如反掌 此事中寡人再好好想想 月儿 月儿 把药喝了 子歇 告诉我实情 我几次要你陪我去见魏美人姐姐 你都屡屡推诿 为何 那魏美人 还是不要去砍了 姐姐怎么了 她因为开罪了大王 被大王割掉了鼻子 怎么会这样 据说是南侯因为争宠设下的圈套 可不管怎样 大王都不该如此蛮横 魏姐姐 她也是王侯之女 怎可视如草剑 这宫中的女人 哪个不是诸国全室全衡的赌注 即便身为公主 王侯之女 谁又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只是这魏美人的遭忌 实在让人扼腕叹息啊 若是没有美人姐姐 援手搭救 我的命早就没了 可如今姐姐遭难 我却束手无策 估计宫中 只有你在真心为她难过 多少人都认为 只有别人死 自己才能活 今日是他人死自己活 明日就是自己死他人活 有什么区别 我不要过这种日子 甘丸姑姑 前不久 有个魏美人住在这张华台里 你可知道她的去向啊 还魏美人呢 鼻子都没了 活脱一个丑八怪 姑姑可否告知 我在何处能找到她 婢子不知道啊 这远近处处亭台楼阁 看起来好风光啊 谁知道哪日就成了冷宫了 还这个美人那个美人的 今日可能是掌中的珍宝 那明日呢 就是落地黄花喽 我 既然姑姑不知道她的下落 那能否 让我去她的寝宫看看 想去就去吧 大王有令 这里边的东西啊 早就都清干净了 多谢姑姑 多谢姑姑 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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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岳公主 昨日魏美人在冷宫自杀死了 这下特意来祭奠台仙 这不 看到她留下的牌箱 毒丝人 那些伤感 岳公主 张子 张子与魏美人 曾有交情 没有 张子何时 变得如此多愁善感 虽说魏美人已在下宿命平生 但魏美人毕竟是 因我而死 不是说 那是男后 郑秀的手段吗 给男后出谋划策的正式宰相 张子 魏美人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害她 并不是张义要害一个弱女子 只可惜她是屈原和朝阳搞合纵联盟的一枚棋子 就算她是棋子 又爱你何事 张义与人有过约定 不得不接魏美人鼻子一动 卑鄙 卑 卑鄙的不是张义 魏王和朝阳伸直楚王贪图酒色 将魏美人送进楚宫屈翼奉城 他们才卑鄙 张子 我和姑姑当初搭救你 是把你当成了君子 张义做事有谋略讲黑白 但从来都不是君子 我知道 岳公主在祈祷上 此事说什么都不 但希望将来有一日岳公主能明白 在下这份不得已 好 不用说了 你我教训到此为止 再无须交往 岳公主 请转告姝公主秦王已经带着聘礼回到眼前 顶都 姝公主 难道不想和秦国大王 再见一面互诉衷偿吗 见不见 关你何事 咱们 不见 这一面互诉补偿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想的张仪竟然为了一己私利 对美人姐姐毫不怜惜 事无草芥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个张仪真的说秦王已经回到颖都了 好像是 我就猜到他会回来的 他真是至情至性之人 张子真的说秦王回颖都 是为了给姝儿下聘礼 除了姝姐姐 这楚宫当中 谁还能入得了秦王之眼 好 妹妹 姐姐有一事相求 你说 既然秦王对我有情 那我也应该让他知晓 知晓姝儿的心意 姐姐是要私传信物给他 小声点 照里说 妹妹还未痊愈 不该劳累妹妹的 我不累 不就是替姐姐出宫一趟 去见那个秦国老伯吗 你老伯老伯的叫 好像他真的很老实的 不老不老 他不老 他与姐姐 郎才女帽 天造地设 好了 妹妹答应你就是了 好 妹妹 这件事情干系重大 我该如何谢你才好啊 你我之间若用得着谢子 那便生分了 老伯 给 拿着 这是姝姐姐的一片心意 老伯 你真的觉得我很老吗 你虽不老 但年纪也不小了呀 还不赶紧 姚条淑女中古月职 将淑姐姐迎娶到秦国 晚一步可是有人要抢的 这我知道 小丫头 回去告诉你们淑公主 本王定不会负淑公主一片真心 赵侯庸派来的求婚使者 就住在这个驿站 朝廷内外不少人 都主张要将淑姐姐 嫁给赵侯庸 老伯 快快动作 你也好叫姝姐姐定心哪 这就是赵国派来的使者 是 公主慢走 望公主下次再来 秦王不必相送 告辞 初离子 敢问刚才离去的 是楚国的哪位公主 还有哪位呀 自然是楚国的嫡公主米姝啊 嫡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出行呢 嫡公主的随从都在外面候着呢 这不符合规制啊 嫡公主金枝玉叶 她来与秦王相见 难道还要弄得世人皆知呢 秦王带着聘礼在宫门外 几次求见 我大楚乃礼仪之邦 大王总不会永远避而不见吧 赵国的使者来引渡多日 提亲之事也要露到实处 不把秦王打发走 寡人如何给赵侯用一个交代啊 大王说得对 那就应该赶紧见秦王才是 那秦王来引渡 是给淑公主下聘礼的 寡人见了她如何应答呀 当真把那个厨娘嫁给她呀 秦王一定要娶 大王就将的厨娘 嫁给她又有何方 事情揭穿 出丑陋乖的该是秦王 与大王有何干系 这 君子坦荡荡 余目混出的手段实不可取 既然合纵大策已定 大王身为合纵长 还是当面义政思言 拒绝秦王为好 让其知道大王合纵之决心 免得日后更多纠缠 他若不肯与寡人让步 又当如何 这里是颖都 不是咸阳 他敢怎样 他若拾去 乖乖地走了倒也罢了 他要用墙 拿下他的人头 是轻而易举之事 大王 此非仁义之举 万万不可 大王 此事还需慎重 大王 容寡人再想想 想 妹妹 王兄已经决定了 明日要宴请秦王 商讨婚事 姐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那是圈套 圈套 是财子歇告诉我 他还是从屈子那里听说的 说大王已经听从昭阳的劝说 要在沿袭之上埋伏刀斧手 又杀秦王 将你嫁于赵侯庸 这可如何是好 王兄这是要葬送姝儿的一生 妹妹 快随我一同前去 求屈子帮忙 屈子认为 此举非君子所为 执意反对 所以延袭之商 只有昭阳一人作陪 秦王生死 只在昭阳一人之手 此事连屈子都无可奈何 那他定是凶多吉少了 只需要姐姐拿定主意 秦王便会无恙 主意 什么主意啊 我此刻五脏俱焚 那还有什么主意 好 月儿 你替姐姐出个主意吧 月儿想 秦王若不去赴宴 他们就拿秦王无可奈何了 可如何才能让秦王不赴宴呢 姐姐放心 我这就去给秦王通风报信 等等 我想办法偷偷拿出母后的出宫令符 和你一同前去 好 谁 书宫中有要事要见秦王 请稍等别客 带一趟 公主请进 王兄已在等候了 就是这儿 去吧 我 那我先进去看看 谁 谁啊 谁 谁 谁 老伯 不是 说是书公主吗 小丫头 别生气 本王把你当成书公主了 鲁莽造次了 老伯不是鲁莽 是墨力太差 姐姐来了 在门外呢 好 姐姐 走 我在门外等你啊 好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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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啊 大王放心吧 赵大夫 赵大夫为赵侯庸求婚 已在影读滞留多日 今日楚王设宴 与寡人商议 嫡公主米姝的婚事 赵大夫何必同钱缺 楚王跟你谈婚事 关我何事 差异 嫡公主身边有几个婢女 都是角色的 赵大夫可以请求楚王 将其中一个婢女 许配给赵侯庸 你 赵大夫 赵大夫 刚才已经亲读楚国嫡公主的容颜 既然无法娶到嫡公主 推而求其次 并不难堪 告辞了 昨晚上 我就一直守着那扇门 等啊等啊 一眨眼 天就亮了 姝儿也是觉得奇怪 怎么一眨眼 天就亮了 姐姐究竟与秦王说了些什么 难道姐姐没有权说秦王 今日不要敷衍 说了 可她说 要光明正大娶我为后 所以一定要亲自面见王兄 秦王热血难耳 值得姐姐清目 不过 昨日一夜未归 万一为后追查起来 姐姐该如何回复 秦王愿为姝儿 豁出命来 我眼下 那还顾得上那么多 请秦王脱驴解剑 剑为男人之胆 身为秦王 剑不可离身 不可离身 无妨 秦王 喝酒 来 都挺仔细了 你水杯没喝 扼杀勿论 本王上次进咸阳 就听说了一件事 何事 何事 听说楚王常年患有隐病 因难于向世人启齿 无法根治 是楚王心中一块痛楚 秦王你什么意思 楚王听我把话说完 但本王却以为 楚王所谓隐病 也许正是楚王天生义禀之处 此话怎讲 楚王可曾听说过 我们西北有种兽类 叫香章子 熊章子天生香囊 其香气让慈章子苦追不舍 楚王身上七味其异 不正好雄冠楚宫吗 真有此事 本王这次特意为楚王 带来了社香 都说这东西若做成香囊 挂在身边 会让男人威力倍增 楚王不妨试试 秦王 本王一定试试 楚王好客 特意设宴宴请本王 本王早就听说 楚王酒量无敌 所以 先敬楚王三杯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敢 且慢 这杯酒 本王是要为楚秦联姻 你我从此一家而庆贺 大王 秦王此话不妥 楚国与秦国何时联姻了 对啊 秦王 你与我楚国何时联的姻呢 寡人就是在这大殿上 向楚王请求迎娶嫡公主芈姻 楚王当场承诺 并请楚芈姻与我相见 不过才两月有余 楚王忘记了吗 此事寡人自然是没有忘记 可那日秦王见到的 只是我楚宫的一名普通雏娘 并非是嫡公主芈姻 若秦王真的一味所逃 那寡人只好把那个楚娘给你了 君无戏言 本王一直都是向楚国嫡公主芈姻求亲 楚王答应的 也是将嫡公主芈姻嫡于本王 芈姻明明是大王之妹 今日 怎可随意拿个楚娘来搪塞 朕 联姻之事你请我愿 秦王这是要强讨应娶了 怎能说是强讨应娶 是你们有言在先言而无信的 明明说好的是嫡公主芈姻 怎会变成一个楚娘 久闻出离子 能言善辩 伶牙利齿 太夫 太夫 我们喝了这杯酒 如何 来来来 喝酒喝酒 等等 令尹大人真会说笑 楚王若不肯嫁妹 本王又怎能应娶 主王 这把刀太钝了 看来要用上本王的这把匕首 楚王 要我来帮你吗 秦 秦王不必客气 寡人 楚王看 这把匕首如何 好匕首 鱼长匕首 削铁如泥 楚王可愿事上一事 事就不必了 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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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这把刀太钝了 不必了 不必了 你才是杀了 那些刀太钝了 你才是杀了 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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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必了 而杀秦国之君 楚国即成为秦国勇士之仇人 杀人一时 皆仇百事 楚王以为值得吗 楚王言而无信 翻脸杀人 为使人不耻 来日 楚王又如何面对诸国国君 秦王 这是个误会 误会 本王知道这定是误会 若不是误会 刀剑无眼 只怕本王性命还在 楚王的性命却没了 赵阳 秦王 这里是颖都楚宫 不是你咸阳大殿 不得物理 明明是你等埋伏了刀副手 剑拔弩张 无理在先 楚离子 楚离子 不用再说了 楚王诚意邀请本王赴宴 商谈联姻大事 既然早晚都是一家人 何必过分计较 冤家一戒不一戒 为何这些人还留在大殿之上 赵阳 赵阳 寡人有贵客在此 这 这是要干什么 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 都给老夫滚下去 还不快滚 好了 来 来 让本王再敬一杯 祝楚王在诸国君王之中拔得头筹 本王知道 楚王一向对我汉中商鱼之地情有独钟 若楚王愿促成秦楚联姻 那么这商鱼之地好商量 什 什么 秦王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 本王对淑公主轻目已久 望淑公主成全 淑公主出嫁之事不宜再谈 眼下楚国正准备与五国结盟 大王前不久 刚应允了赵侯雍的求亲 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 总不好一人许配给两国 是啊 秦王 此事寡人的确是为难 大王 晋上晋大府有钥匙要禀报大王 让他在大殿外等着 晋大府说是钥匙等不等 什么事儿如此慌张 让他进 是 是 启禀大王 今上有什么话赶紧说 大王 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 走了 什么 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走了 离开颖都了 这个赵侯雍简直是荒唐 朝三暮四 竟然把两国联姻此等大事 当作儿戏 赵国使者临走时说 他们亲眼看见秦王和淑公主多次在议馆私下相会 郎情惬意 既然秦楚交好 外人怎能过分勉强 一派胡言 寡人 寡人的王妹书儿 自幼乖巧贤淑 怎会与秦王做出那苟浅之事 除非是赵国有 老夫担保 那赵国使者并非屋中生有之人 必定是有人使诈 秦王 此事关乎到寡人的颜面 和我王妹米姝的名声 还望你能给个交代 本王自然会有交代 只要楚王应允 择日迎娶淑公主便是 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可惜呀 已经水到渠成 生米煮成熟饭了 两位公主请留步 谁敢阻拦嫡公主 小心你们的脑袋 拜见大王 拜见大王 你们来干什么 既然是商议叔姐姐的婚事 那总该问问 叔姐姐自己的心思吧 大王 女子婚配 向来全凭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大王 解灵还须细灵人 好 姝妹啊 寡人今日就当面问你一声 秦王赢四 三番两次来我楚国求亲 声言非你不取 可这秦国千里迢迢 道足且长 王兄认为 你一定不会愿意 驾到那荒僻之地的 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 大王恕罪 此事还是由姝儿自己做主吧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求大王提取兄妹亲情 成全姝儿 与秦王的姻缘 你 楚王 这第三杯酒 就祝本王 与姝公主 百年好合 子嗣绵延 如何 母后 母后息怒 叔妹妹也算是个性情中人 庆然不顾母后的颜面 只身闯入大殿 当众承认与秦王的私情 让大王好生难堪 如今大王对这桩婚事也无可奈何 母后 还是顺水推舟算了 臣妾就是想给母后通个气 免得一个人蒙在鼓里黑不隆隆的 结婚事已定 母后的心也该落下了 臣妾可真是为叔妹妹感到高兴啊 好了 臣妾告辞了 恭喜母后 恭喜母后 气死我了 真是气死我了 南后这是黄鼠郎给击败您 威后若是真生气 就招了他的道了 但姝儿怎会自降身份自甘堕落 那秦王有什么好 哪点比得上赵侯佣 真是喝了迷魂汤了 淑公主也许是受了别人的挑唆 那月华台里不是还住着个芈月吗 可不是 我真是糊涂 竟然让姝儿和那个贱丫头在我的眼界之外自意妄为 带毛 传我的旨意 让姝公主马上给我搬回高藏台 是 威后 晋上大夫求见 晋上一向跟南后热络 南后刚走他就来了 那奴婢去回了他 就说威后身子不适 等等 听说秦王就是托晋大夫为他出面求亲的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花言蜜嘴的 让他进来 是 拜见威后 免礼 谢威后 听说晋大夫近日为楚秦联姻之事忙碌得很 今日怎会到我这里来 微臣是给威后道喜来了 喜从何来 秦王九目姝公主贤德美貌 愿以倾国之力来迎娶 姝公主乃威后掌上明珠 秦楚联姻 岂不是喜事一桩吗 我看中的贤婿不是秦王 晋大夫道喜走错门了 赵侯雍虽好 但与秦王相比 却有缺失 此话怎讲 赵侯雍来楚国提亲 是为了合纵 大王曾允诺婚事 也是为了与五国联盟 臣以为五国联盟貌似强大 实则人心不齐 不堪一击 楚国若与其联盟 必然浪费人力物力 不如结交强缘 共谋他国 结盟由大王定夺 我只在意姝公主的婚事 这婚事和结盟之事同理 五国联盟尽其力只相当于一个楚国 然而 五国人心涣散 只可当半个楚国 秦国国力雄厚与楚国不相上下 若与秦国联盟 强强联手便可无敌于天下 更何况 淑公主就算嫁给五国任何一个王侯 因其国力不强 这些王侯只是徒有虚名 王侯之位就更是徒有虚名了 怎能跟一个手握大权的秦国王侯相比 再者说 姻缘姻缘 讲究的是一个缘分 淑公主与秦王情投意合 日后夫妻比翼双飞与水和谐 这不都是威寇所想所判吗 你虽把那秦王说得百般之好 可那秦国荒满 秦人粗鲁 淑公主要是嫁过去 她是要吃苦头的 好以不好 要问淑公主的心意 而听为虚眼见为实 为后何不找个机会亲眼见一见秦王 到时便知微臣所言句句是真 我就信你一回 五日后是颖都祭祀少司命大典 淑公主会陷舞少司命 到时我和大王都会去 我会让大王宴请秦王 秦王的人品和谈吐如何 我一望便知 对 感谢观看